噠噠噠噠 我們等一下要來慶一下冰箱 然後這個 是我上次本來要煮魚的時候 發現我冰箱有一罐這個 我本來想說要拿起來 它在鱸魚上 但是我發現它是2019年就過期了都行 可是說實話 我的冰箱裡面過期的東西 大部分都不是我的 重點是我的室友 是兩年半前搬過來的 這代表什麼呢 這一罐是它搬過來的時候帶過來的 它清理它原本的冰箱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把它丟掉了 哎呀 原來你就蒸了 你被幹走了 這個蛋絨辣椒 2022年 可是它應該還可以用吧 靠北它沒有加醋耶 但它酸酸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空瓶子還要放進去 它有一點點 我靠 它有看到嗎 2014年 它聞起來它很健康耶 它甚至有一個巧克力的味道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入進來的時候 是有換掉冰箱的 所以這個新冰箱裡面的東西 一定是我的室友放進去 這奶梅乾還可以吃嗎 吃起來好像沒問題 但是它包裝上顯說 裁縫後請冷藏並於一週內使用完畢 還好嘛 才過81週而已 好 掉掉掉 掉掉掉 掉掉掉掉 撐撐撐撐撐撐撐 撐撐撐 oh shiit 看這 這真的嗎 出現了一些 需要我戴手套的東西 我這次趴回來的時候 我要叫它拿冰箱裡面 給我 你看它這個皺皺的 它奇異果 它 太發霉了 但是因為這個火龍果就不用說了 火龍果 才想這樣 蛤 不是我啊 不是我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食物我一定是會好好吃完的 欸 我問一下啊 這個 這種義大利香料啊 過期兩年還能吃嗎 香料還沒有 它沒有結塊啊 只是它的香料從綠色的變成 就枯掉了 可是我最近影控都加它 我已經吃它吃一個月了 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沒有變啊 過期兩年當然不能 對不起 我丟就是了 蛤 那我 你說這關係松露我還考慮一下 小模仿壞關心的不用這麼糾結吧 只是要去買很麻煩而已 有咖啡 剩下一包了 2023年4月11 可以喝吧 它是那個耶 極用式的咖啡 咖啡是一包只可以直接丟了吧 我就不定會喝它呀 它才66大卡耶 可是我們現在現泡 喝完起來還很正常 嗯 正常的 生日送的產品 對啊 這是卻可以送的 我都有在用 嗯 三合一不建議會有奶粉 來不及了 現在抖三百會把桌上咖啡丟掉嗎 呃 你抖啊 我丟 可是我已經喝一把了 而且你來不及了 因為它沒有說開封只有飽幾天呢 開封有 快點第一條 快點第一條 我怕弟弟喝太多會對我們心跳加速 好的 謝謝 倒掉就倒掉 要不然要喝茶 說實話 聖長中庫 說相成那一部分 它現在已經處於一個很像冰河時期的狀態了 他們都沒有包裝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過期 它現在呈現一個 我好像不應該去打擾他們的感覺 對 它抽了一個就雪崩 而且你們有看到那個右邊嗎 右邊的那條魚 對 魚尾巴 而且看起來裡面也沒有我的東西 好像也是室友的 我的室友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很喜歡買東西 但冰起來每天都吃很少的人 我就每次都會想說 那你為什麼要買這麼多東西 那冠是什麼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打擾了喔 這是蛋糕耶 有沒有看到嗎 這是草莓 下面你可以看到這是蛋糕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冰好冰 這也是蛋糕耶 對 他到底冰了多少蛋糕啊 注意 這也是蛋糕 是要冰多少蛋糕 室友是蛋糕華人嗎 他確實蠻喜歡買甜點的 但他每次買甜點 他都買 有點多 但他一次吃不完之後 他吃那一次之後就會忘記吃第二次 他給乾淨的冰箱來一張照片 看得維持到哪時候嗎 那我跟你說 我現在冰箱也沒有很乾淨 因為室友的東西我沒有什麼丟 就是我想請他自己丟掉 我唯一幫他丟掉就只有台面上這個東西 好啦各位 那我們今天就先開台開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給我吃飯 主要是吃飯 等一下我好像真的有點想 想 肚子有點怪怪的 完蛋了 難道 那半杯咖啡真的有毒嗎 不毒吧 開到喝 咖啡 當地拍貓皮 實況入貓